一家英国高等教育调查机构公布了全球大学学科前200大的排行 台湾总共有16所大学至少一门学科进入榜单 而其中又是以台大的表现最亮眼 有10个领域名列全球前50 英国高教调查机构QS先前公布最新的世界大学排名 台湾的大学几乎都退步 不过今天公布的学科前200大排行 台湾的大学表现比去年亮眼 在30门学科里台湾有16所大学至少一门学科进入前200 台大表现最佳26门学科列前200 10个领域名列全球前50大 其中电子工程第20地球科学第27机械工程第34 而会计系首次进榜就是第48 类似像这种比较应用型的 不是不是说真的准研究的 他的百分比的方在说他将来进入社会里面 这些用他的单位对你从这个科系出来的学生的表现成不怎么样 除了台大十个最优 清大的机械工程 化学工程都排在第39 台十大的教育系也有第42 秦大校方表示大体上比去年进步 两个属于人文社会学科的进榜更值得高兴 我们的人文社会呢是比较小的一个学院 那我们今年这个我们去年呢就有这个linguistic 就语言学方面 那所谓的mark language 就现在语言呢我们也能够进入千两百 我觉得这是蛮可贵的 QS今年总共评鉴了三千零二所大学 指标除了论文引用术 学术声望与雇主意见的比重相当重 研究总监特别点名台大说 很多学科的优异表现 现在可列入世界顶大范围 记者林小惠沈志明台北报导